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維章節目 今天會跟大家說說 昨晚Ferbizio Romano 說了一些關於我們的轉會資訊 不過我自己覺得有點怪怪的 不過應該會跟大家分享為什麼這麼說 當然了 另外,今晚凌晨4點 我們將會對列之聯的一場聯賽 玫瑰打比的第一回合 因為很快又會再作客 今天是主場的 但是講這兩個資訊之前 都會跟大家 多謝一些朋友 包括 Larry就在PayMe那裏 Good job, thanks 多謝你請大杯喝奶茶 另外,Sea Quark也在PayMe那裏請了大杯喝奶茶 另外,他有個特別的要求 Sea Quark我晚點就會聯絡你關於你的要求 記得留意 OK 好,講回今天的題目 先說了列斯聯場球 今晚 零下4點就會跟他打 我們有好幾位球員打不到 包括 Tana昨天的記者主導會就證實了 Anthony Marchier McTong 都是受傷的 加上 卡斯美路張紅牌 他也說了 就說我們不會上訴 因為他覺得上訴 打得掉的機會 就很小 還有,我想很多朋友都說過 如果 他那個聆訊委員會延遲開了的話 過了今晚的球才開的話 其實就會退了 即是今晚的球反而卡斯美路就能踢 但是 退到聯賽杯那場決賽就踢不了 所以 我相信基於技術上的考量 阿坦就決定了不上訴 而且之前已經受傷的戒力神和雲地壁 所以我們總共有6位球員 踢不到這場玫瑰打比 還有很多朋友都說了 有時我們要順著勢 譬如說 我們這幾場 卡斯美路出不了 我們專心打那間球會的 歐巴杯的附加賽 以及我們的聯賽杯的決賽 以及 卡斯美路其實都不停地出了很多場 所以 趁這個機會休息一休息都未嘗不可 再加上 要停的三場 兩場的玫瑰打比 以及 里斯特城 其實我們都應該 有少少把握 即是 沒有卡斯美路 都有機會贏了 這樣 這個呢 說真的 我們儘管看看坦達怎麼做 這個球隊來說 很有趣的一個現場 很多朋友都很相信坦達 為什麼 因為坦達真的在球場上高 告訴我們 真的做到的 當然他也有 做得不好的事後 儘管看看這幾場 包括 沒有卡斯美路的比賽 或者有卡斯美路的比賽 我們究竟表現成怎樣 好了說回昨天 Febisio Romano那條片 就講到幾個 我們相關的轉會資訊 其實都很有趣的 另外他之前做了一條片 說曼城的 我想補充一點 原來曼城這次 判決有了之後 就不能夠 上次 CAS那條上訴 即是法庭 不能上訴 因為 英超 和歐洲職業的程序 是有點不同 大家請留意 這個就不肯定了 因為 Febisio Romano 沒有說 因為 祖雲達斯 被罰分 那個是不能上訴的 我不知道 曼城是不能上訴的 即是英超判決了之後 這個就遲些 真的做了判決之後 我想很多人就會說的 好了 說回兩個 和我們相關的 轉會 都和那間 球會 是有關係的 為甚麼這麼說呢 第一個 講到的 轉會目標 就是 Karrasco Yannick Carrasco 現在是馬體會的 為甚麼有關 那間球會 事 其實 原來 那間球會 由於 馬體會 丟 敵比 轉會的時候 就加了 條款 就是說 他們有優先權 以2000萬的歐羅 就買到Karrasco 可以 2023年這個暑假 他們可以做這個選擇 但是 就是 那間球會有沒有錢 賣人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 Fabricio Romano就說 如果那間球會 不肯使 這個條款的話 熱刺和曼聯 都對Karrasco有興趣 但其實都有點有趣 因為Karrasco 大家看到 已經是29歲 當然 他的表現也是不錯的 但是 他踢的位置 亦都是 翼的位置 不是左翼 就是右翼 所以 我們真的買那麼多翼 的球員 回來 是不是真的需要呢 而且他已經29歲了 究竟 他是不是真的那麼適合我們呢 這個我自己 都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再加上 老實 根據 Fabricio Romano的口風 其實 那間球會 跟Karrasco 好像都挺合謂 所以 這個球員 我覺得 都是一個傳字多一點 不過說真的有趣 你傳我們 又不會提升價錢 因為已經談好了 所以 我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 這位球員 會跟我們 扯上關係 大家都可以研究一下 另外一個球員 就更加有趣了 就是Anne Sufetti 這位 曾經被譽為 巴翠龍賴的金銅 大家都知道 比一件十號波三句 不是開玩笑 但是 現在 好像沒什麼位置 所以 又傳我們 其實 不是主要傳我們 主要是傳著 巴翰龍賴克 但是 Fabricio Romano 就說 巴翰跟他暫時 沒有談任何事 為什麼會傳完呢 主要的原因 根據Fabricio Romano 說 因為我們 跟他們的經理人 關係 很好 不過 現在這一刻 都是 沒有跟他們 做任何的 接觸 沒有contact 所以 這位球員 雖然 說真的 他出道的時候 我都覺得 挺好的 但到現在 好像 停滯不遲 老實 如果你問我 不過這位球員 都是 踢易鋒的 所以 很奇怪 我們買那麼多易鋒 做什麼呢 但是 跟 Carrasco的分別 就是他比較年輕 他只有20歲 以及他的潛質是有的 不過 看來 沙圍 不知道是否不適用 他 中間有些溝通上的問題 所以 如果 不是有些 性格上的問題 以及 最重要是 如果 坦克 真的覺得 他可以 教到他 或者運用到更加多 他的 potential 的話 我就覺得 都可以考慮 不過 說真的 在那間球會買一個 這麼年輕的球員 還要 2027年 私圓約的話 那個數目 我相信 五千萬歐羅 就蠻蠻的 應該就不行 除非 他們 財政方面 有很大問題 迫著要賣人 因為 西班牙籍的球員 他們是不賣的 所以 Anshel Fetty 他們賣的機會 都不大 除非 有些很大的 紀律上的問題 這件事 我真的不敢說 又是那句 都是要 看看坦克 他怎樣做 不過 如果 Carrasco 和Anshel Fetty 兩個選 我想 我就會偏向Anshel Fetty 多一點 雖然貴一點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同一個想法 不過 都是那句 兩個都是逆軌一球員 我自己覺得 比較有趣 好了 這節的最後 我想說少少東西 就是 關於WhatsApp Group 大家 各位朋友 記住 你掃了我給你 在影片的QR Code之後 真的要耐心等候 因為我今天 將會加多15位朋友 但每日15位 其實現在 那條隊 都有場 因為昨天 又有多些朋友 想加入 但是我想說什麼呢 大家不需要太過擔心 暫時未加入 為什麼呢 其實 我呢 其實 那個WhatsApp Group裡面的資訊 都會是我的 屬於報料團隊的一部份 換句話來說 如果有些重要的資訊的話 我都會在影片那裏分享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錯過太多東西 但是 亦都說 其實很多朋友都說 我們現在的群組 有200多人 亦都有很多 Active的Member 很多朋友都很 熱烈地在討論 所以 他們說很多時候 吃過飯回來 WhatsApp Group已經有幾百個資訊 踢完一場波 甚至乎接近1000個 留言 所以大家都可能覺得是很多 所以 我想 適合專辯 大家都要用自己的方法 去表達 接收資訊 但是 有一件事 我很想多謝各位 已經入了 WhatsApp Group的朋友 為什麼呢 大家都真的很明白 我們萬迷早晨的中心思想 因為我們 第一 不想吵架 但是 我自己做人 很有趣 我覺得 很多時候一個題目 在這裏討論 例如今早 我看到大家在這裏討論 Greenwood的事 其實 其實在昨晚的時份 我就覺得 其實這件事已經討論了 所有的觀點 基本上都說了 所以我覺得 不如就不要討論 我們討論其他東西 會有意義一點 我昨晚就這樣說過 但是當然 剛才都說過了 那麼多留言 大家都未必跟得了 所以有些朋友繼續今早討論的時候 我很開心的是什麼呢 有些朋友就會出聲 他說大巴說過 我們不要再討論這件事了 不如我們就不要討論 還有 有些朋友也都說了我的原因 是為什麼 我自己很開心的是 覺得 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 大家互相是很包容 互相 明白大家 互相尊重大家 這件事 我自己 很珍惜 很珍惜 我亦都很希望 各位在Whatsapp group裏面的 巴友 和張惠 Whatsapp group的巴友 都有這個心態 就是 我們彼此 都是 肯定知道 大家都是撐萬劣 所以 我們會互相尊重 互相 明白大家的想法 都是那句 最重要 是 說了 你想說的東西 但是 不要想說服別人 Paul那天 很過人 他問我 大巴 你說這件事的時候 是不是想說服他 絕對沒有 我經常覺得 如果你明白 或者你覺得這件事是對的 你自然就會做 你覺得這件事是不對的話 你就不會聽我說 我亦都不會 強硬要大家 用同樣的信念 但是我覺得 有一句 我以前 跟親戚 經常說 蛇有蛇路 署有署路 我覺得 大家 整班人 聚得在一起的時候 自然的想法都是相近 為什麼呢 如果你覺得 這班人 跟我的想法 完全不相近 我都頂他們不信的話 你自然就會退群 是不是 我自己覺得很簡單 所以我真的很珍惜 現在 WhatsApp Group 我們有的東西 就是一份互相的尊重 大家亦都 很放心地 可以討論 可以發表自己的 自己的觀點 這件事很重要 OK 今次說多了WhatsApp Group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排隊的朋友 繼續內心打壓 我每天很努力地加15位朋友進去 OK 今次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希望曼聯今晚 可以繼續勝仗 兩場玫瑰打比 和我贏了他 今場就是第一場 今次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拜拜